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聲詳情 我是曾正祥 今天指數最終尾盤再跌了98點 下跌1.16個百分點 那OTC是下跌0.71個百分點 我相信昨天很多投資朋友 今天很期待所謂的正所稅的廢除 期待指數的能夠指跌確立反彈 但是只好是昨天跟特別跟各位講過一件事情 就是正所稅的廢除與否 业令的策略早就已經決定好了 我昨天跟各位說 現在很多的股票拉高就是要出 那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也是為什麼昨天美股大跌 昨天美股大跌這個稻窮大跌兩百多點 指數開小跌 9點多的時間拉到漲20幾點 殺下去 拉高出貨 就這麼做 那當然看到這邊可能很多投資朋友 又覺得這個指數收到最低 下個禮拜好恐怖 也不會啦 為什麼我說不會 下個禮拜還會再拉高一次 但這一次也是你最後一次調節持股的機會 這一次也有可能是最漂亮的一次空點 最漂亮的一次 所以最漂亮的一次不是像先前這邊的位置 這個不是最漂亮的空點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這時候 這幾天還有很多股票 它是盤著沒有跌 當然拉你事後看指數你會這麼覺得 但是很多股票它是還沒有跌 所以我們不能說我們今天不會做指數的 我們做的是股票 當然我知道你看在最近這兩個多月的時間 很多投資朋友他是認為說 這個經濟基本面這麼糟糕 啊都不敢做多 但是有些投資朋友是保守不動作 那OK 但是有更多的投資朋友是一路去摸頭 當然可能看了有些的節目 兩個多月以來每天都摸頭 不管這個這段時間摸頭 摸摸摸摸摸到這邊之後 空空空空被嘎爆之後 殺下來其實也沒有錢來扣 對不對 但是你收看趙老師的節目 你會發現這兩個多月的時間 我們從這一天正式翻多嘛 不是這一天啦 這一天是正式把所有的空單全數回補 9400點的空單全數回補 這是8月21號 8月24號 我們送資料給各位做多 這一天就已經先送資料給各位做多了 然後在這段的過程當中 全部都是多方的資料 包含到上個禮拜二跟上個禮拜三給各位拆的兩檔股票 上個禮拜二拆這一檔 8341的日流 上個禮拜二給各位拆 上個禮拜三就發動了 到現在 逆市往上上漲100塊 漲到120幾塊錢 指數短短五個交易日跌掉了快500點 500多點了 給各位拆的一檔股票 給各位拆的一檔股票 往上衝出去 給各位拆的第二檔股票 8422的可寧位 今天創了波段新高 老師朋友 選股的功力在這邊 那 我們在上個禮拜五的時間 禮拜二給各位拆 8341的日流 禮拜三給各位拆 8422的可寧位 位清 禮拜四 我們沒有做任何活動 那禮拜五 張老師告訴各位 我們出清掉 大部分的持股只留下一檔股票 對不對 創新高 那當然 接下來的重點是 禮拜五 我們跟各位這麼說之後 這個禮拜一 我們送資料給各位 叫各位賣股票 那我們看到的指數 連續性的修正下來 也許在這一段的過程當中 您聽到 又有很多的多頭老師 每天都告訴你 拉回買拉回買拉回買 拉回買拉回買拉回買 拉回買拉回買 已經沒有錢了 就像先前 講了兩三個月空頭的 拉高空拉高空拉高空 已經空到沒有錢 被嘎爆了 這是要告訴各位 每一次的變盤轉折 您都要很清楚的 按照操作邏輯來做 買賣股票皆由所本 而不是死多頭 或者是死空頭 死多頭會有一段時間對 然後會有一段時間大錯 死空頭會有一段時間對 一段時間全部都錯 很慘 但是真正 我想各位都很清楚 我們今天資金只有一套 不管三五十萬 一百萬兩百萬 都一樣 對不對 對不對 按照這樣子 死多死功能來做一定死 對不對 但是呢 我們回過頭來去思考 當你收看這套的時候 節目 我們該出手的時候 該出清的時候 出清 留下的股票 會一定是往上衝高 那禮拜一叫你賣股票 禮拜二送資料 再叫你賣股票 送資料給各位賣股票 送資料給各位賣股票 那資料當中的股票 無一啊 幸免 全部在最近修正下 先前不管是1589的勇冠 跳空下來往下跌 5490的同行 昨天忽然性的在瞎殺 禮拜一送給各位的資料 禮拜二有反彈糕點可以賣 今天剩下這個位置 那接下來岌岌可危 再來呢 4739的康普 資料當中都告訴過各位了 好 所以說接下來我們回過頭來去思考 當我們能夠清楚的了解業內的動作 外資的力道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回到一開始 剛剛趙老師告訴過各位的 下個禮拜是非常的關鍵時期 回到一開始我們剛剛跟各位講的 下個禮拜你還會有一次機會 像今天這樣子的拉 那下個禮拜的機會是來自於業內 是來自於鎮索稅在下個禮拜 可能會直接三讀通過 但是那個三讀通過對台股來說 那不能說是利多 你要聽懂我的意思 那會構成業內的拉股票的反彈 拉股票的反彈 但是最後的目標 是出貨 所以您下個禮拜還有一次的機會 可以條件事故 那如果說您不知道該怎麼賣的 不知道該賣的點在哪裡 或者是您手中現在股票很多的 不知道什麼股票位置可以賣的 或者是什麼股票一定要趕快 立即性的馬上在禮拜一趕快先賣的 打電話進來 趙老師今天一樣再辦一次這樣子的活動 幫你看一檔股票只限一檔 我沒有那麼多時間看這麼多股票 昨天很多人打電話進來 我們看太晚了 看得很晚 那當然只限一檔 那當然是新的會員朋友 你不用擔心 新的會員朋友 你手中的股票全部拿來 我們優先處理 所以說投資朋友在下個禮拜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自己的現金要自己救 把握最後一次的反彈機會 去做調節持股的動作 可以留的你先留下來 找到更好的賣點就賣 不可以留的 立即破線就賣 不知道該怎麼處理的 今天持股整段的活動 今天再辦一天 只限一檔股票 廣告時間你可以利用廣告中的電話 來電跟我們的助理講 股票是什麼 成本位置在哪兒 好 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各位同志朋友大家好 歡迎回來節目的現場 昨天在很多投資朋友 打電話進來 要問他們手中的股票 一檔股票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其中兩檔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其中兩檔股票 因為一檔家流的是漲停 只要他賣掉的是跌跌 其中一檔股票 漲停的股票是什麼 FJPP 這檔股票昨天先生來問了什麼 昨天這位先生來問了投資 因為他已經出現年三黑了 他打電話進來的時候 他很猶疑 猶豫說到底要賣不要賣 因為他看到他大盤五天的時間 跌了五百多點 他到底要賣不要賣 他早上 接到我們助理也告訴他 我們的檔案 先留著 因為我說過了 昨天說過了 有些股票業內會拉高來 犯他 叫他先留著 他沒有賣低 叫他先留著 拉到了漲低 當然我們也一併告訴他 接下來 他的賣點在哪裡 有來電的朋友 都已經知道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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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的穆先生 已經知道這檔個股的答案了 關鍵的賣點 第二個 印象深刻的股票是什麼 8044的網家 這是一位陳媽媽打來的 陳媽媽打來的時候 他在問 問這檔股票 因為他當時候 他跟我的助理講說 他會去買這檔 主要是因為什麼 雙十一葉的光棍節 一堆 一堆財經節目一直在講 一堆老師一直在講 什麼光棍節 光棍節 好像賣得很好這樣子 什麼淘寶啊 有的沒有的 但是呢 當時我跟他講 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連續性的修正下來 但是季線反彈 卻永遠都不會過去 季線反彈 站上去幾天之後 不到半個月 又直接一根腸肋掉下來 所以重要的事情是 這樣子的股票 其實他背後的力氣點 已經不夠了 再加上出現這麼大的力多 其實你上過去就已經有問題了 更重要的事情是 背後我們本來就知道 他有人在出貨 你來電的時候 陳媽媽 昨天來電的時候 他已經知道了這一點 那當時候 我們也告訴他一個 重點的位置在哪裡 就是防守的位置 多方防守的位置 在這個位置 第一次砂板的低點 當時我們告訴他 347.5 是最重要的關鍵防守架 不是先前的低點 因為這個一破就直接破 連續性的回撤防守之後 一開盤 開在這個位置 那我相信陳媽媽 收到我們建議的時候 來電諮詢 結束之後 他聽到了關鍵的防守架 我也跟他說 破線一定要走 破線 我相信陳媽媽應該有走 除非他只是打來問問 那我就不知道 我相信有些投資朋友 就是股票 不管你漲到9000點不賣 跌到8000點不賣 跌到7000也不會賣 有些投資朋友 是這樣子 但是如果您是這樣子的做法 那當然 你有你的做法 不以致力 沒辦法干涉 但是我們可以給出比較中心 這個中肯的建議 我們就會給各位 就像禮拜一的時間 當全市場 一堆多頭的 一直叫你拉回買 拉回買的時候 陳老師一直在提醒各位 你今天一定要把這份資料拿回去 那時候禮拜一的資料 是告訴你 有些股票你一定要賣 那我們看到次數回跌 這麼多天以來 你回想到禮拜一 回想到上個禮拜五 陳老師叫你賣股票 對還是什麼的 那這一次 陳老師接下來要告訴你 這一次可能是最後一次 下個禮拜有可能是 最後一次的反彈機會 最後一次的反彈機會 業內拉高 它是要出貨的 那你要怎麼動作 自己的現金自己救 那當然 你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陳老師每一次 節目上面 講到的股票這麼少 但是就是為止 為什麼 上個禮拜我們只給各位菜亮當股票 或者是上上個禮拜 我們送資料 十三五計畫做多了股票 當中 我只談到了全面二海跟 廢棄物處理 對不對 十三五計畫我只談這兩個 很多人在談太陽能 什麼風力發電 有的沒有的 我說過了 談太陽能是傻瓜 先見我說過這件事 那你現在回顧頭來看 你認為 在十三五計畫公布之前 我跟之後 他有沒有掌 是不是傻瓜 但是 在公布之前 他有沒有掌 廢棄物處理 他有沒有掌 給各位猜的 這掌 而且還逆勢往上走陽 而且還創下波段新高 而且還是在大盤跌了五百多點之後的事 逆勢往上衝高 我們點到的股票 只給各位猜這麼兩檔 他竟然能夠在大盤跌了五百多點 都往上逆勢衝高 這個就是所謂的千仙萬仙不如無限 那當然 我們在持股診斷的時候 正常是知道的 也會叫你留著 會找的 當然叫你留著 該賣的位置 也會告訴我們 什麼位置該賣也會告訴我們 該砍的一定要賣 現在很多股票 接下來在下個禮拜 你都會看到這件事情 在下個禮拜 我正常是最後再特別強調一次 你不要誤會喔 我不會說大盤指數會彈得很高喔 我不會說大盤加全指數在下個禮拜會彈得很高喔 有人可能期待他會彈到月線喔 我不會這樣講喔 我的意思是說 業內 會拉高 但是不一定能夠抵抗外資的賣壓 而且人家拉高是後面要賣 而且今天成這樣才七百七十三億而已 表示什麼 拉高出貨下來 隨著讓外資去賣 低檔不接 再拉高 再賣 總體策略是這不起 所以說下個禮拜你到底該怎麼做 積極的朋友 我們當然在下個禮拜 我會開始去做 訊號一出來 我們就會去做避險單的空單 所以都這邊喔 那當然我們今天苦口婆心說了這麼多 希望各位能夠聽得明白 那當然也感謝各位的收看 那如果說你手中現在股票很多了 請你把你手中資金佈局部位最多的一檔股票 你最不知道該怎麼處理的一檔股票 或者是你最希望能夠處理的一檔股票 來電告訴我 可以留的 我會叫你留 像五二八四 不能留的 你會在禮拜一 開盤之前 就收到訊號 就收到這老師 告訴助理 打電話通知你的 結果 今天自己的現金自己救 這個持股診斷的活動 今天最後一天 只限一檔 那當然新的會員朋友 我們接下來 先幫你處理掉手中的股票之後 我們接下來 如果訊號一出現 放空賺得更快 感謝各位收看 我們明天再見